好,现在我们来学习Windows中的文件夹选项 在以前我给讲课的时候 我说把这个文件的宽展名改成BAT 我讲P处理的时候 有的学生就这样创建了一个计时本 然后里边写了一条命令 比如说NetUser王警政A1叹号 这个命令是创建用户的命令 我说你把这个扩展名改一下 改成什么.BAT的 好,它就改成NetUser.BAT 他说老师我改成BAT之后 怎么图标还是计时本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它根本就没有改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这个文件的扩展名还是.TAT 那有些人说,哎,这不是.BAT吗 我们看一下啊 在咱们的计算机里面啊 这个文件的扩展名 来标识文件的类型 用来控制这个扩展名呢 用哪一个程序 可以打开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我们可以打开微软的这个 寺院惯例器啊 你随便点,随便点 点这个组织 这有文件夹和搜索选项 在这点查看 大家注意看啊 这里边呢有很多选项 那么文件的扩展名 默认是隐藏的 那大家看一下 隐藏已知文件的扩展名 这个时候大家再看啊 原来没有改真正的扩展名 只是把这个名字呢 加为一个.BAT 扩展名没显示出来 现在我改 就生效了 看没有 这是给大家说的 这个文件夹选项 这有这个高级设置 那么这里边呢 有很多选项 那么 我跟大家 把常见的给大家 介绍一下 文件夹选项 这呢 有一个 使用共享向导 推荐 那 这是啥意思呢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 比方说这是test 那么这个文件夹 我要共享 咱们看一下 我们点属性 点这个共享 大家会看到 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然后 共享的时候呢 选择要共享给谁 我们看一下 王 添加 读写权限 好 这就共享了 共享了之后啊 这个NTFS权限 他也自动的 就给我加上了 要不的话 你共享权限说 王能够读写 结果NTFS权限呢 不允许王读写 那他本来就读写不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文件夹 选项这 选了 使用共享相导 来共享的话 他会自动的 给我把这个 根据你的共享权限 自动的把 NTFS权限 来设置好 如果 我取消了这个 如果我取消了这个 共享相导 那么 现在咱们看一下 只能高级共享 只能高级共享了 我把这个共享给取消了 点确定 把这个共享取消了 然后咱们看这个 NTFS权限把这个王也删掉 然后 我再进行高级共享的时候 选择 Test 权限呢 写上 韩 又如何更改权限 这是设置的共享权限 点关闭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安全 有没有韩呢 它自动的 没给我把这个韩家授权 收好 这是给大家说的 使用这个共享相导 共享的时候比较方便 这个文件夹选项呢 还有这些设置 是不是显示那些隐藏的文件和文件夹 默认是不显示啊 那咱们看一下 不显示啥意思呢 在我们计算机里边 比方说有些文件啊 我想让其他用户 不能随便看到 我就创建一个文件 文件夹 比方说韩DOC 专门放我的文档 然后这里边呢 放点自己的内容 这个呢 我想啊 如果是这样放的话 那其他人登录我这个计算机 也能看到我C盘呢 有这个文件夹 现在呢 我不想让别人看到 我就可以设成什么呀 隐藏 这里边呢 把这个隐藏 应用于里边的文件和文件夹 大家注意看 哎 没有了吧 这样的话呢 其他用户登录 我也不知道我C盘有这样一个文件夹 如果我知道名称 我想访问的话 我就直接写名称来访问 里边的文件呢 也没有了 也隐藏了 啊 你要想打开里边的文件呢 也得写文件名 好 那么 这是隐藏文件 还有 是不是隐藏 系统保护的那些文件夹 默认它是选中的 我们看一下 系统文件夹 我让它显示出来 这样 我让它看 我让大家看效果啊 现在这个C盘有这样的几个啊 123456 有6个文件夹 那么现在 我想让它啊 把这个隐藏的给显示出来 大家看一下啊 我创建的这个隐藏文件 还DUC也出现了 但是它的颜色是灰色 是颜色非常浅啊 你知道这是隐藏的 然后 然后我把这个隐藏的系统的这个保护的文件 给显示出来 大家会看到啊 这是系统保护的这些文件 它也给显示出来了 这些文件 它就是隐藏的 所以说 你选了这一项啊 你选了 你选了这个 隐藏保护的 你给它取消了 然后呢 还得显示什么 还得显示这个 把这个隐藏的呢 给我显示出来 这个隐藏的系统文件 才能显示出来 还有下面这一项 大家看 用彩色显示 加密的和压缩的文件夹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建一个文件啊 在Windows的这个分区上 咱们看一下 这是NTFS分区 这个NTFS分区 我们可以 把一些文件呢 不常用的啊 可以设成压缩状态 像说一些图片 在这呢 我给大家建一个 画图 编辑一下 咱们往里边放点内容 画个红圈吧 保存 Ctrl S 保存一下 然后大家看这个画图啊 它的格是BMP的 我们边属性 大家看它的这个大小是多少呢 862K 这样的空间呢 啊 864K 那么这个 我如果想把这个空间给节省下来 我就可以把这个文件夹呢 设成压缩状态 那里边的这些文件也都设成压缩状态 大家看 压缩的文件呢 就是蓝颜色了 那压缩的文件呢 也是蓝颜色 咱们再看它不大小 便属性 大家会看什么效果呢 这个图片大小是这么大 有这么多个字节 但是占了多少地方呢 哇 像话 压缩的不少吧 八分之一了 啊 原来有这么大 现在只占这么点空间 啊 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 用 我们可以把这个不常用的文件呢 哎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压缩和那个R2压缩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解压 这个打开不需要解压 直接一点就就解压了 然后一保存 放到这里边就是变成压缩状态了 你看 这段东西 只要 只要放进来 这是 从分区移动 它不变啊 这状态不变 如果 我把这Ctrl C一下 Ctrl V过来 你看这些文件也都是压缩状态 啊 不过如果有的图片已经是压缩了 那它就压缩不了了 压缩不了多少了 比方说 这个图片啊 DMP格式的压缩的 呃 还有还有空间 如果把它存成 JPG 啊 JPE的啊 这种格式的 咱们看 这种格式的图片已经是压缩状态了 咱们再看它的这个属性 基本上没压下去多少 你看 是吧 没压下去多少 好 这是给大家讲了 这个文件夹选项 啊 以后呢 大家再隐藏文件 文件夹 或者说 这个 看文件的扩展名 或者说 想让它共享的时候呢 自动的把NTIF全线也 给它们设置好 那你把它也选上 好 这是原案的选项 给大家讲完了